心 生心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回心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愿我成功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愿我成功描迪胜 位于花莲县寿丰乡老西下游 被鲤鱼山与寿丰山东西环绕的光荣社区 是隶属于七角川群系的阿美族人 聚居的村落 在寿丰乡的15个行政区域中 它的面积最小 原住民的比例却最高 校弄的规划整齐有致 到处都是绿意盎然的美景 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漂亮 因为田自行的 要规划 那个时候就是日记时代 规划好好的 让我们的住人就做得舒舒服服 这样子做一个田自行的一个部落 这样子 大家来看一看 是在过去的六十几年 再到七十几年的时候 我们的部落都是模范村 非常干净 大家都爱干净 除了干净 光荣村还有两个特别的亮点 那就是收风箱原住民文物馆 以及卡瓦斯运动场 前者是推动艺文展演 以及保存原住民文物的重要据点 后者则是凝聚族人共事 延续部落传统的风年祭祭场 民国一百零一年八月十七号到十九号 是光荣部落举办风年祭的日子 筹备工作进入倒数阶段 卡瓦斯运动场也整理得坏难一心 像是张开双倍 迎接所有族人的带来 在暗夜的程序中 头目以两长两短的节奏 敲响户落井中 通告族人 祭祖一事所需的牛肉 已经送到祭场 年轻一辈的男性 很快地来到运动场集合 洗尽手脚开始帮忙分类 头目在一旁备好三杯名酒 前进地祈求祖祖 护佑让一切顺利圆满 禀报祖灵的仪式结束后 经验丰富的男性族人 各聚一方 开始进行更细部的处理 不知不觉间天已经大亮 切好的肉块也一一称重串好 放进大锅里 用清水加姜片煮熟 当第一道煮好的牛肉起锅之后 就会立刻送到 历代头目的追思亭 由巫师们进行正式的 引领祭祖仪式 祖灵崇拜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信仰核心 常见的供品有槟榔 槟榔叶 糯米糕和米酒 早期以小米为主食的阿美族人 在遇到干旱时 头目及巫师就会领导部落族人 举行祭祖及祈祖的仪式 演变到今天成为部落中最重要的祭典 虽然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之下 原本神圣庄严的丰年祭 变成光光意味浓厚的丰年节 但是光荣部落 依旧努力地维持丰年祭的初衷 希望后代子孙永远记得 这是个圣中追远 感恩祖灵与万物的重要日子 祭祖仪式结束后 也差不多是享用牛肉大餐的时候了 部落里的男性自备锅子和椅子 在跑道两侧 依照年龄阶层排列 从长老 中年 壮年到青年 最小的年龄阶层席地而坐 表示对长者的尊敬 分肉的时候 当然也是由长老先开始 长幼有序的族群文化相当鲜明 不容易 不容易 就是这样子喝 对对对对 谢谢 在封年祭的第一天 部落里的巫师必须要到新任的头目或是领长家中 进行禀告祖灵 祈求祖灵降服的仪式 准备的贡品同样包含冰榔 冰榔叶 香烟 糯米糕 和米酒 头目穿着传统服饰 态度庄严慎重 仪式结束后 新任头目家中的妇女 就要开始准备糯米球 糯米是封年季期间的主食 用无头目蒸笼吹煮出来的米饭 带有独特的香气 用手揉成一口大小 再由头目家中的女子送到祭场 分送给每一位年龄阶层的勇士 象征喜悦的分享 下午运动场上的牛肉大餐结束后 最小的年龄阶层 马五外 已经陆续来到头目家中 准备以传统的勇士舞 向头目表达尊敬跟庆贺之意 也为明天即将登场的 封年季大会活动开启喜悦的序幕 突然下起的大雨 就像是神灵为部落进行的洒进仪式 所有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族人 也正陆续返回家中 经过一夜的大雨洗净 受风向光荣部落 101年风年季表演活动 在八月十八号上午隆重举行 部落里不分男女老少 各个都穿上亮眼的传统服饰 盛装打扮 来到卡瓦斯运动场集合 男性年龄阶层依照辈分 在运动场上整齐排列 聆听头目与来宾的开场致词 第一个是我们的乡长 请大家拍手 好 今天让男性朋友很多都回来 那第一个 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母语 第二个 我们要将我们的文化传承 都能够传承下去 那我想在每一年 我们的公年季 我们特别要庆丰收 要感谢我们的祖邻 在这个一年中间 也批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平安 都非常的快乐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的年轻人 都愿意参与 我们一年一度的复年季 表示我们年轻人 认同我们的部落 认同我们的文化 认同我们的祭典 也希望 所有的年轻人要通知 你们的同学 或者是学长 让他们能够在明年 能够更热心的来 参与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在这边特别的来 跟大家一提的勉励 这样的阿伯克斯莫 你就是副主任 我们光荣的乡亲 在这边简单的二药的祝福各位 和家平安健康 风延季活动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阿賴 谢谢胡主任 谢谢 明炮 开幕典礼之后 第一个上场的节目 是大会舞 由头目李唱 所有的男性年龄阶层 开始自动围成圆形 大家手牵着手 向右绕圈舞蹈 并且和李唱的人 互相应赫 勇士舞的队形 同样依照年龄阶层的顺序排列 最前面的是长老 再来是阿拉麦 阿拉迪瓦斯 阿拉班卡斯 朱布兰 古哈古 阿勒莫特 以及马武外 年龄阶层的存在 是为了促使年轻人 更努力坚强 让传统的生活 以及歌舞的训练得以延续 七角川群姓的阿美族人 原本还有一个年龄阶层 哈马武 可是在1903年发生意外 从此就没有再恢复 我们只有七个年龄阶层 因为以前是八八六十四年才会碰到一次 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年龄阶层的 那个哈马武被那个 做那个什么 训练的时候 被那个太陆国主牵魅 所以觉得那个年龄阶层不吉利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敢说 即使把这个年龄阶层 马上把它恢复过来 一百年来 七角川群姓的阿美族人 始终只有七个年龄阶层 当男孩子长大到国小毕业 就可以报名参加成年礼 通过严格的训练 正式成为年龄阶层的一份子 以光荣部落来说 目前最老的年龄阶层马外即将退休 在民国九十七年到九十九年间 举办的成年礼 已经招收四十五名新的小马外 而从九十九年算起的七年之后 也就是民国一百零五年 才会再招收新一代的年龄阶层阿拉麦 就这样依序地补 生生不息 本段节目 游翔主 接下来青春之女小姐们 请准备 风年季的开场舞结束之后 紧接着就是精彩的表演节目 部落里两位专业的舞蹈老师 林春兰与林彩杰某女 一直致力于原住民舞蹈的传承跟推广 因为有她们的督促跟排练 光荣部落的风年季表演变得更有可看性 以前我们的服装就是迷你群 然后跟以前的辣妈跟妈妈她们那个阶层 阶层手女的那个衣服是一样的 后来呢我去年我就觉得说不行 感觉好像出去都好像都一样 所以她们这次去年我就改为球球 就感觉年龄阶层就非常清楚 辣妈归辣妈 小姐归小姐 这变成我们已经变成统一了 所以以后人家来这边看 这个就是小姐 这就是辣妈 这样很清楚的阶层 这首由小马外自创的布谷拉夫舞曲 虽然动作有些声色害羞 可是创意十足 在林彩杰老师的眼中 原住民的孩子 确实有了舞蹈的天分 以前我们是没有年轻人 我们都是那个年轻小姐妹 那时候我是带小朋友 在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 从那时候带带带 他们一直长大一直长大之后呢 就一直跟着我 每年都是找我 只要我一个动作 我不用跳 我只要手大概指挥一下 他们就知道我要的动作是什么 我可以坚持给老师 你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想不想要吗 好 你也比我好 我要是什么 你不想要 完蛋了 你不想要 我只想要 你不想要 我只想要 我只想要 哦 哇兒 ニ爺 哦 哇兒 dazz 在庄严的忌神之舞中 领唱者敲击着阿美族特有的木骨 带动舞蹈的节奏 这项独特的乐器 据说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一直到现在都还被阿美族人所使用 传统的忌神舞是部落巫师的专利 一般人不能随便模仿 林春兰老师把舞马重新编排 再加上舞团提供的服装 让舞蹈的气势大大加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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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 好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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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一番激烈的較勁 最後終於分出勝負 今年的冠軍隊 由戰鬥力旺盛的青年階層 古哈虎獲得 慘敗的隊伍再怎麼不甘心 也只有等明年再來挑戰咯 公年季的夜晚是屬於勇士之夜 晚上8點30分 勇士舞的正式排開之後 不少慕名而來的遊客 也迫不及待地加入跳舞的行列 台灣的族群雖多 但是早已經互相融合 不分你我 在原住民逐漸漢化的過程中 漢人也有更多的機會 去親近跟了解原住民的文化 透過豐年季 我們記錄這難得的一刻 光榮部落全體動員的表演活動 即將告一個段落 明天部落裡的男性年齡階層 將要透過捕魚跟吃魚的方式 來做為整個豐年季的終結 最後一場的勇士之夜 失落一百多年的大雨冠 即將重出江湖 請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下一集的光榮部落 豐年季全紀錄 本段節目 由翔昌制衣有限公司 西納扣爾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和翔昌制衣有限公司 但是也對大家在此 還有逐漢的大雨露 讓大家看到 射風箱光榮部落一百多年 2001年风年纪系列报道 在上集节目中 我们介绍了风年纪第一天 男性族人吃牛肉和祭祖的习俗 体会到阿美族人敬天畏祖 慎重追远的精神 而风年纪第二天 精彩又有趣的表演和趣味竞赛 更是让所有的族人 共同度过难忘的时光 风年纪的第三天 是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上午九点部落里还很安静 头目已经召集所有的男性年龄阶层 准备展开捕鱼行动 根据齐老门的叙述 阿美族人在风年纪或丧礼结束之后 一定要透过吃鱼的仪式 来恢复日常的生活作息 风年纪完了以后 就是把那个不干净的东西 把它洗成那个衣室 反正我们阿美族上市也好 像这种大型的活动也好 也许有外来的那个不干净的东西 它就吃以后 等一下洗成那个衣室 为了延续仙人自己自足的生活方式 部落里的每一个年龄阶层 都要学会捕鱼的技巧 地点就选在 卡瓦斯运动场后方的老西 按照惯例必须先举行祭拜仪式 以头目为代表 祈求和神与祖灵 保佑渔获丰收 全员平安 制作捕鱼的陷阱需要一些技巧 经验丰富的年龄阶层 把工作分配妥当 马上卷起库管 开始水中作业 就地取材是最环保的做法 河床中大大小小的石块 被集中堆叠成一道 稍微高过水面的石库 这功法看似简单 做起来却相当的耗时费力 石库做法之后 依照古法要先采摘芋头叶 挡住石头的缝隙 将吸水倒向旁边的支流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石库下游的水量减少了 就可以开始制作鱼的陷阱 把鱼楼放置在石库的下游处 开口向下 让吸水至少淹过一半以上 然后用石块将鱼楼固定 再割取野生的芒草 塞在石块间的缝隙 就可以在一旁静静等待鱼群 自投螺网 鱼楼的周围 最先把它弄干净了以后 放鱼楼 然后旁边弄芒草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再 从两边出去 一定是顺着最好的位置 上去鱼楼 这样也就会全部抓光 假如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话 底下没有水的话 我们用人去捡 阿美族先人的生活智慧 靠着年龄阶层代代相传 这种节流式补育法 避免将生态资源一网打尽 也留给后人更多语意 我们认为了一旁 你不要着急 来这里 来吧 绝对 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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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 检查一下鱼篓 看看收获如何 这几年老期的河床改道 再加上生态的变化 让鱼货量大幅减少 不过传统捕鱼的习俗 不能废除 鱼不够吃怎么办 主办单位当然还有其他的应变方法 接近正午时分 众人合力收拾环境 把河道恢复原状 准备回附近的桥下集合 这个时候主办单位另外购买的五百台金无锅鱼也已经送到现场 各年龄阶层摆好椅子 备好锅子 等待分发生鱼及糯米糕 这些就是大家今天的主食 在处理生鱼之前的空档 头目和干部 特别针对这次的封年纪 进行工作检讨 以及财务报告 收支状况透明化 是光荣部落的优良传统 所谓有检讨才有进步 过程中那些不尽完美之处 都是未来改进的依据 工作报告结束后 就是准备午餐的时间 广阔的河岸边 大家各自寻觅适当地点 处理分道的鲜鱼 有外谋生的技巧 是阿美族男性年龄阶层 必备的功夫 随着年龄增长 动作也更加熟练 接下来就是煮鱼跟吃鱼的时间 不同年龄阶层的人 各自聚集 分享食物跟米酒 享受悠闲的时光 而在封年季期间 表现良好的人 还有奖品跟米酒的奖励 一年一度的封年季 不仅训练阿美族勇士 团结合作的精神 也训练年轻人的好酒量 祭典期间的疲累 在这个时候得到适当的疏解 大家养精蓄锐 准备迎接今天晚上 最后一场的勇士舞之夜 封年季的最后一夜 Kawas运动场上 萤火正熊熊的燃烧 头目 长老及所有的年龄阶层 都穿上最正式的服装 戴上象征身份的头冠 展现威武的勇士精神 头冠的形式虽然有所不同 却都是猎人荣耀的象征 这样的头饰的话是属于那种 比较高尚的阶层 哥哥们的 然后一般的勇士就是像我们后面看到的 比较宽的白色羽毛 你的羽毛如果比较深色 或是说有一些的那个 山腔山羊的一些的那个 就是脚还是说 山柱的话你可能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勇士力 算是非常好的一个劣的 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 这个头饰也不太一样 这个比较属于现代化 比较属于这个中部阿美的 日据时期的七角川事件 改变了许多阿美籍部落的命运 先民们在仓皇奔逃中 遗失的大雨冠 经过了一百多年 终于再度呈现 今天能够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大阴茂 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今天能够实现在大众的面前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与欣慰 一个时代的精神 或许会被后人所遗忘 但只要风炎季还在 凝聚族人的力量 就会像勇士舞的队形一样 即使离乡背景 路途遥远 每个人都还是会回来 这个圆圈里唱自己的歌 我虽然离开了 故乡二十几年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这里 因为这是我的出生地 所以我必须要回故乡 这个文化是我们每个人 所需要认同的 要怎么如何传承我们的话 必须要经过我们年轻人 有心来继承这个文化 虽然说我是在外地在工作 但是每年这个时候 总是会从外地回来 这是我们这个村庄的这种 相经历 这个相经历也是我们的一种团结 不管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 在外地的时候 总是在这个工年期的时候 都会回来 就经过几十年 十几年这个活动这样 你的年龄阶层都不变 只是说有些东西 因为你的人缘跟环境 不几乎变迁了 所以活动一直慢慢在浓缩 那当然希望我们 就是下一代的 我们希望他能够传承 是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 我们不喜欢他们是 是忘记他们的本 就是忘记他们的祖先 属于男人的风年纪 让阿美族的社群传统得到维系 敬老尊贤的辈分伦理 从小就在阿美族勇士的内心扎根 我们是最小的年龄阶层 在风年纪的前一个月 我们要每天练舞 然后还有砍木材 还要抓鸡 然后就是每天都要 比较晚睡 然后等着 比较上一个阶层的人 那个 结束我们才可以结束 虽然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叫我们做太多事情 所以就很不开心 可是 毕竟是一年一次啊 对啊 所以还是愿意做 像我们阿美是最低的阶级 像有的比较高的阶级呢 就是会叫我们去做一些 打扫啊 扛木头啊 或者是 应该要做的杂事 虽然心里不是很高兴地去做 但是这是我们应该要的 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年龄阶级比较低 我们也不能说去反抗 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我们就是一个家庭 都算兄弟一样 从爸爸开始 好儿子 大哥 兄弟 就是一个家庭 光荣就是一个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最重要的日子里 女性同胞当然也没缺席 大家三三两两围坐在场边 看似闲话家常 实则参与陪伴 年轻的女孩身穿美丽的服饰 在场中翩翩飞舞 为勇士们的热情加温 抓住tempo节奏来边跳边倒酒啊 这种酒最好喝了 看我能倒多久啊 我还没倒应该还不会结束 我从小就参加风年祭 然后比较大一点才有去参加少女的跳舞 每一年风年祭对我们阿美族人来讲 是非常重要活动 不只是祭神祭祖之类的 也是有团聚的意思 参加这个风年祭很开心 因为自己的文化嘛 然后理性是我们风年祭的意思 理性就很像是我们 中国首讲的过年 所以就大家就开开心心 真理家里也 大家也一起聚在一起 根据传统的习俗 最后一个晚上的勇士舞之夜 将会开放二十分钟 让所有的民众共相胜举 做过这一次就要再等一年 当节目接近尾声 不舍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 光荣部落一百零一年风年祭 虽然筹备过程充满考验 但最后还是圆满的达成任务 要进行头目的愿望是说 要配合村长 能够把我们部落的事物 能够一阵阵日上 没有想到做了头目以后 我非常的辛苦 要把我多年来的 有关部落的事物 能够实现 尤其是我要做大仪貌 如今已经实现了 我非常高兴 明年的风年期 我想勾搭几行 百人的勇士舞 相信只要有坚强的意志 一定会达成 坚强的信念就是勇士的精神 他不只灌溯在 风年纪的细节里 也印证在 一位勇士的态度上 今晚将是个不眠的夜 风年纪结束的隔天 光荣部落又回复网日的宁静 小马外们跳了一夜的勇士舞 依旧强达起精神 将运动场恢复严重 而活动中心里 巫师们以及领长头目 也陆续到齐 准备进行最后的谢灵 以及驱邪建村的仪式 谢灵所需的贡品 一样是槟榔 槟榔叶 糯米糕 以及米酒 由四位巫师共同煮祭 感谢祖灵在祭典期间的庇佑 凤年纪那天所有的客人来这边 现在我们要赶赶他们身上很脏的 我们都要赶客人的灵魂 还有村庄的很脏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处理 然后等一下要给祖先吃饭 我们结束了 也要叫他们保护我们村庄的人 是这样子 谢灵仪式在谨慎庄静的气氛中完成 紧接着就要开始进行驱邪进村的仪式 四位巫师带着驱邪法宝 香蕉叶以及米酒 从部落最北方开始一路往南进行扫街 林长及小马外则负责挥动点燃的稻草树 跟随在巫师身后挨家挨户地驱逐会气 多年来阿美族人都相信巫师的法力 可以为村庄带来安定的力量 所以每当驱邪仪式做完时 一定会奉献少许的金钱 以表达对巫师辛劳的谢意 当全村都进化完毕时 巫师们聚集在部落的最南方 统一将稻草树烧化 并为参与的工作人员一一洒进 随后众人又回到活动中心 感谢祖林一路的护持 让封年季顺利圆满 族人悉数平安 巫师们身上所肩负的使命 也终于可以暂时卸下 封年季的意义是为了感念阿美族的祖先 以及传承族群的历史文化 对阿美族来说 这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日子 也是专属于男性的活动 除了训练生活礼仪 及歌谣舞蹈 也表现团结合作的精神 一年一度的封年季 虽然在时代转变的浪潮中 难免有所简化 但是许多原住民族的珍贵传统 以及美好的情操 依旧指的大家用心来维系 花莲县寿风乡光荣部落 101年封年季的系列报道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